二至四房 传承地标 磅礴落成 2280 8888 住进地保 总价1500万起 人生不要错过 享得地保 二至四房 传承地标 磅礴落成 2280 8888 看见台湾在全球产业发光 投资台股沉着趋势而上 统一投信金奖团队最新立作 统一台湾高期优选基金 专家精准选股 掌握台股高成长潜力 还有高股息保护 拥抱双高优势 月月佩席 快搜寻统一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怎么看美股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 这个周四 周三收盘的情况 比较好了 标普涨了34点 指数收在4263点 还是在4300之下 涨幅是0.81% 道琼涨127点 涨幅仅仅只有0.39% 指数收在33129点 道琼年内虽然说周三上涨 但年内还是复报酬 也就是说他从年初起算到现在 还是在零以下是复报酬的状况 纳查克指数涨了1.35%的幅度 涨了176点 来到13236点 所以科技股比较有弹的动力 往上弹生的动力 费半值涨1.4% 重新回到3400点 3400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回到3400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费半值涨幅是四大指数里面最大的 MD大涨4% 辉达涨1% 稳住了整个费半 我们看到全资股的部分 META是涨1.5% 微软涨1.8% 谷歌涨2% 亚马逊涨1.8% 特斯拉大涨6% 在七大科技股里面 七龙头 特斯拉涨幅是最大 苹果只有涨0.7% 苹果股价涨幅是最小 可见苹果呢 谈不动 涨不上去 那你就看道琼为什么这么疲弱 道琼 这个30成分股啊 在周三啊 涨幅呢 这个都没有一档 全部30成分股 没有一档超过2%的 跌2%的有什么公司呢 跌2%有Chefron Chefron跌了2.33% 因为油价大崩嘛 ExxonMobil呢 是跌了这个3.74% 这个将近4%的跌幅 油价一天可以跌5%多 这等一下我们来讲 这油价是崩掉了 那我们来看到ExxonMobil的股价 就是艾克森美号的时候 他每股还有120块美金 跌到这个 美国周三收盘 跌到115块美金 哇 这跌得很重 连续好几个黑K棒 这样灌下来 并不是因为这个 周三油价大跌 导致他的股价落势 事实上他已经 前两个交易就开始在走落了 那另外呢 波音也跌很重 波音跌1%多 Caterpillar也跌1%多 还有就是这个 Disney股价呢 这个是跌了0.28% 大盘涨他一跌 3ien更惨 跌了0.87%的幅度 3ien股价 已经跌破90块美金 那Verizon也跌1%多 Walgreen也跌1%多 没有一档股票涨超过2%的 涨最多的是 这个Engine Engine涨了1.7% 还有呢 就是Microsoft涨了1.8% 这两档算是在道琼里面 涨最多的 其他呢 这个涨幅呢 都在1%以下 等于说道琼啊 被能源股 还有金融股 还有呢 苹果给拖累 这个金融股真的是 落到不行 今年美国人 你看那些银行股价怎么跌的 City Bank BOA 那股价都是惨不忍睹 所以在整体的美股结构里面 我是觉得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 你就要细看 各股类股结构面上 是有些问题 他其实都告诉你说呢 明年可能会有一些 经济上的大变数 不然的话 最近高盛 或者说呢 小摩不会一再讲说 你利率一直 撑在5%以上 你会导致 破产跟违约出现 最终 连准会降息 是用破产跟违约的危机 而导致出来的降息 会不会这样子呢 油价的大跌5% 会不会就是一个Hint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邓副总 邓副总你好 投资人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人 大家晚上好 好 邓副总这一波美股的下跌 有点不太寻常 感觉起来是很疲弱的一个下跌 是 那当然啦 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啦 就是说这个支撑区 等于就是 但我注意 我现在仔细看 就是标普500 的一个指数 你这个时间点 到底有没有重度跌破 什么地方呢 就是4200这个区间 因为4200这个支撑区一旦跌破 我觉得往下跌可能是5%起跳 那他那个支撑可能向下可能是5到89%左右 所以4200这个 你可以看他这是一个长期 非常密集交易的一个地区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10月份 如果是你按照传统上的一个统计 如果9月份 10月份一起看 那9月份月不好 10月有点悄悄板 10月份照理来讲 应该不会像9月份那么糟 9月份已经是一个很糟的一个月 那另外传统上来讲 10月份二战之后平均的一个涨 10月份的话大概1%多 我记得是1.5到1.7 9月份是0.4而已 所以10月份平均的涨 不是9月份的大概3到4倍 所以这个统计数字本身 其实没有预测能力 但是可以供大家参考了一个统计数字 等于摆这个地方 就是过去数十年以来 平均的一个状态 那等于接近岁末年中 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 10月份 他这个距离年底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10月份来讲的话 有一个距离上的一个优势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 选前一年 通常传统上选前一年是 趋势是比较站在有利的一方 那选举当年度 美国过去的统计 当年度反而是走势平平 所以这几个数字 供大家参考 那就是 问题要看谁执政 如果是川普执政的话 没问题 我们拜老哥 我是没啥信心 包含有一个不利因素 就是他们上次 政府官门拨款这个事件 只是买一个 买一个抵负 就是延了45天左右 就议长下台了 现在看起来 感觉上这个问题 只是往后丢 等于是把烫手山鱼 往后丢一个半月 等于就他还没有 真的解决掉 只是说之后的话 搞不好他的一个困难程度 可能比现在还高了 但不管怎么样 那是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 现在太多事情要去关注了 一个半月后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后 美国现在政府官门的几率 现在华尔街固已经高达80%了 是 那是因为 其实 如果是原来那个议长 继续做的话 当然其实也是有难度 因为本来他就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议长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代理的这个议长 本身也是他之前的 也是他的盟友 所以他立场会比较接近他 但我相信一定会更辛苦 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共和党自己也没想到 投成这个样子 那不管怎么样 等于就是政治的一个势力 我觉得重新要重组 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 据说现在美国共和党 那些极右派 正在拱川普出来 当众议院议长 你有听说这事吗 有有有 我有听说 可是我觉得他要选总统 他不是要选议长 因为美国 美国基本上是这样 你不见 众议院议长 不见得一定要是众议员 不是众议员 也可以当众议院议长 知道知道 只要众议院议长的排名的顺序 其实 美国第三号人物 对地位很从容 那但问题是 总统副总统下来吗 因为他们 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有一个共和党的叫做传统派 跟川普派 他们搞不懂 那川普派大家知道 一定是支持川普 那但是传统派的部分 不见得支持川普 那川普出来 你还要搞定传统派 他们叫老派传统派 这种两个说法都对 所以我觉得 但川普其实是有民意基础 相对来讲 协民意基础 是不是就直接登上这个大委 我不清楚 但是川普其实是想捐总统 不是想捐议长 我个人觉得 他的preference好像不是在这里 我觉得川普是肯定 不会出来当众议院议长 因为现在众议院也很难搞 他干嘛在要选总统出来之前 自己在身上去连这些 这些东西上来 对不对 他就是直接攻总统就好了 因为你出来做中医院议长 还有很多变数 搞不好 你被中医院给拖累了 对不对 那是一个弱势的议长 对啊 所以美国第一个政坛的问题 然后现在呢 汽车功能罢工 可能要延荡数个月 今天也有新闻说 好像这个通用汽车 已经取得61美金的贷款 准备过冬了 准备要这个 以防这个财务问题了 可见这些三大汽车厂 现在也是围在旦袭 那另外呢 就是美国联准会 搞个5%这么高的利率 而且还信誓旦旦 后面还要再升 我个人看到 就是他搞了一个 全世界金融资产的大沙尘暴 现在全世界金融资产 似乎就要一头撞上 这个沙尘暴 去撞的是个粉身碎骨 这样讲也许有点耸动了 但我想到的这个电影画面 就是这样子嘛 沙尘暴已经是在前面 笼罩在你的 这个整个天际了 你跟飞机要冲进去 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现在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现在 所以为什么 美国金融股这样跌 银行股价这样跌 你看City的股价 BOA的股价 那个 JPM的股价还好一点 但是也是跌 然后另外呢 能源股最近开始在补跌 然后科技股 其实已经跌一大段了 就感觉起来整个结构面 不太对劲 我觉得金融股的部分 我解释一下 我觉得是长短利率不匹配 因为短期利率非常非常高 如果照这样去看的话 年底如果再生一码的话 到5.5 5.75 其实离6个percent就差一码左右 但是长率的部分 其实等于就是 你去看它long rate的一个部分 其实跟短率 其实还是不够匹配 虽然最近它的这个spread 其实负写率 其实收缩的相当多 我觉得这是金融股 我觉得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来源之一 好 邓总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讨论这个 大家要关心的话题 邓总为什么这些美国 说大公司的CEO 都要频频卖自家股票呢 他们应该不缺钱吧 库克年薪多少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库克的年薪啊 他哪缺这个4500万美金啊 他标准的说法会说 我调节一下持股 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 相对来讲 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他的股价对来讲 调节平均持股成本是有利的 我技术上的回答是这样子 但其实现在美国的企业 其实现金向上 他也可以做很多 他也可以买回购 股票回购啊 而不是卖股 如果他认同股价 他应该要回购 他应该要现金回购 但他自己个人啊 那是他个人的那个持股 库克年薪是5000万美金 而且他今年5000万美金 还是降薪了四成 也就是说之前的年薪呢 是超过这个 应该讲8000万吧 对不对 8000万降了四成才5000万嘛 他值那个价格啊 他值那个价钱啊 他很会经营啊 那个Joseph有来自PTP的消息 什么意思 PTP有网友说 对啊 他的年薪 即使减少了四成 还有5000万美金啊 那就变少了啊 比较缺钱啊 他是带来用多少钱 4000万美金 4000万美金耶 请您即刻下载体验 师傅来了APP Ai是在海里面 00757 请用趋势雷达 紧贴科技趋势 Ai 这么多年薪要卖股票 实在是不理解 他到底要把这些钱用去哪儿 只能说 那个 我们的世界太狭小 限制我们想象空间 我才没办法想象 一年可以拿5000万美金的年薪 我们小编很有智慧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 库克的年薪是多少 那苹果 他其实在今年 曾经申报过 这个库克的薪水 在今年1月的时候 根据这个申报文件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薪资今年是大减超过40% 预定的薪酬是4900万年薪 也就是说 接近5000万美金 大概差不多是15亿台币左右了 那他说 这是库克本人要求 也是为了回应投资人意见 所以他自己决定 跟公司讨论之后 自己决定要减薪四成 减薪四成的意思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之前的薪资 是8000万到9000万美金 库克2022年的薪酬 是9940万美金 将近30亿台币 那另外呢 2022年的年薪 是略高于2021年 2021年是9870万美金 大家能想象吗 我只能想说 他们的年薪限制了 我的想象空间 还是我的想象空间 被他们年薪给限制了 有这么多 有这个30亿台币薪水的人 他要去卖 那个自家公司的股票 这是说得过去吗 你好歹对 你自家公司 显现一点忠诚度吧 所以邓部总 我们继续来请教邓部总 邓部总 如果你拿30亿 新台币的薪水 你会去卖红利的股票吗 要看他股价的消费 我一定 不要说一股楼 半股都不卖 给他抱到 抱到底就对 可以拿30亿薪水 台币 对 宏利的股价 长期有信心 OK 好 那邓部总 现在目前 你所看到的 整体经济环境是如何呢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 如果是你 十年前两年的赛行 因为你看就是 估计就是经济 可能衰退级率最高的 还是那个 负学率的这个利差 那但负学率的利差 你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移动平均 第三个月趋势来讲的话 其实他缩减的速度 以三个月的一个趋势 我们进一步的 进阶为分 就看 其实缩减的速度 相当相当快 其实现在 缩减的速度 可以说是过去几个月来 最快的一个现象 你看绝对的数值 现在 我看 亚盘下午已经说到 得有-31个基本点 那这是代表怎么样 就是过去 大家说 Market Constance的估 经济衰退可能性最高 就是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估计衰退几率是 七成到六成以上 那现在如果说到 30个基本点 代表怎么样 代表未来可能 不会衰退吗 是这样吗 像那个Gunlash 就说 他说会衰退啊 因为他讲的意思是说 你 你这个负学率 发生在 经济衰退之前 没错了 90年到现在 过去 四到五次 真的是这样发生的 但是问题是看起来 这个代表之后的经济 可能也不会真的 这么糟了 可能是浅诚的衰退了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毕竟回到政治了 等于就是 毕竟市场还是有点 如果你把它当一个领先指标 它还是有点走出来了 整个经济的状况 其实我认为 数字不算糟了 大家 但现在就大家就是看 等着看礼拜五 那个飞农就会有这个数字 上一期是18万7 那这期是7万 你不要到时候这个数字 如果太强的话 大家可能担心更多 ADP公布出来是8.9万 8.9万是一个不好的数字 对 对 对 很不好 就是这个数字有点不太好 所以那个利率就掉下去 但是ADP有时候 不见得是很好的指标 有时候它会跟总体的数字 到时候其实有一点点gap 有时候会一致 有时候会有gap 他们调查的范围不同 对不对 对 有点不一样 真的有时候 都是会有点反向 但我不请 到时候等数字出来 才能确定 但我觉得利率就是会 摸了石头过河 假设大家认为短率 如果说今年年底之前 会逼近5.75到6的话 那就是为什么 现在10年再起 要逼近5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论如何 我认为就是利率 如果真的逼近到那个水准 我是觉得应该不至于去 那个短率 不至于不至于去探测 就是Demon讲的大摩的老板讲的 那个要探测7 我觉得那个过于极端了 现在市场应该还没有定价到那样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战略市场现在恐怕不太妙 那他为什么要公开讲说会到7呢 因为他也是一号这个重要人物啊 他应该也不会信口开河 而且他讲说 我们小摩已经敦促我们客户 做好7%准备了 他讲这个代表说 他真的把这当很重要一回事啊 不然不可能去通知他的客户 说你们要做好利率7%准备 那客户说你是开玩笑吗 你们叫我做好准备 后来利率没到7% 那你是来乱的吗 当然他不可能这样干啊 赶快到时候把那个债券的空头回补 等于就假设没有真的拉到这么高嘛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市场的确是在看 但我觉得利率拉升超过100个费 不是一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是这个东西到时候会影响相当相当大 那你看现在市场就是 可以估计到年底的时候 短率到5.75到6 这个其实市场不会太意外 也就是说如果说10年再起真的喷到5的话 市场也都price in 但如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话 我觉得那个市场 这些市场远没有稳定下来 那是代表股票市场 其实还是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值得去观察 就是说那个美国的那个盈余报酬减掉那个10年再起 现在是负的 就是说他的那个股票提供的超额报酬 现在输给了那个实质利率了 美国的10年再实质利率现在在2.4附近了 你等于这个部分是往下走 然后实质利率往上走 这一点对这个科技股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如果未来进一步拉开的话 我想拉开是那种比较负面的拉开 就是利率一直往上走 然后就有那个超额报酬一直往下掉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叫equity risk premium一直往下掉 这不是太好的事情 所以我在观察这个东西会不会呈现一个逆向的拉开 而不只是表面上我们看那个利率本身 讲未来经济的那个衰退的预测可能性 那这个东西会跟整体股市的一个命运 我觉得息息相关 好那另外我们方面看到 最近美元指数持续维持一个强劲的态势 虽然说稍微在周三有回落 但感觉起来它回的一个幅度跟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强 那这样子美元这样强劲也导致了亚币持续的走扁 您怎么看美元后市呢 那就代表可能利率还要再冲高 那就可能如果说大家现在吸收美元 那就代表可能年底之前 可能这个利率水准现在可能不是最高峰 那可能只是稍微小休息一下 可能还要探测 探测新的高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啦 但是这个来讲的话就是 当然它发生的速度越快越好 早一点定价嘛 等于就市场早点定毛 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拖过了10月中以后 那现在要开始公布财报啊 那你多一个变数啊 市场目不暇击啊 最好是年底之前要这个针对今年的状况收发 或是针对明年去做一个铺排嘛 那通常这个会对第四季的一个行情 对一些关键性的产业龙头股会比较有利 站在有利的一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率市场的一个因素 最好是早一点有一个爬梳出来一个趋势 有个脉络可循 是对这个多方来讲会比较有利 10月中公布财报 那美股向来公布财报的时候 都表现不会太差 会不会得到一个 喘息跟反弹的机会 或者说那个回升的机会呢 因为就是以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可能三季度就是一个turning point 就是因为二季可能是接近市场 像孤啦 就是说三季度可能 它不会成长非常多年域来讲 但是至少是正增长 不会再是负增长 如果这样去看 真的这样去实现的话 市场估计0.5到1.5之间 假设真的是这样的数字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刚刚前面讲 那个ERM就是Active Risk Premium 股票的这个超额报酬 或许是一个强新增啊 代表美国的一个状况 至少爬出谷底了嘛 那你获利爬出谷底 那你就比较高的底气去说 我是不是股价 我也有机会本益比也爬出谷底 或是说我目前的一个状况 就是持股的信心是不是 这个或是金融市场 持有风险是这个资产的信心 是不是也有机会爬出谷底 好 基本上股市的分析非常困难 因为它所涉及到面向太多 也不是一个总体经济或利率 这是单一影响 它有很多其他人为因素 其他的这个筹码面 各方面的因素 基本上这个宏观经济层面 或者经济数据 它对股市影响 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我们刚刚所谈的 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事情 投资如纵横天际的老鹰 专注速度精准执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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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转发 订阅一下